上完正門課是不是真的可以馬上的現學現用 其實正門課一個針點我大概配10分鐘左右 因為我們總共52個針點 所以大概的課程的時數大概是520分鐘左右 就大概三堂課左右 一個針點10分鐘 10分鐘前面的3到5分鐘我會帶前面的架構 那後面的5分鐘左右我就會帶題目 所以這堂課程除了是一個總複習課程之外 它還兼有解題的效果 當然這本書因為我們是以總複習為取向 所以我們的書主打就是保 就是保標給同學太大的負擔 所以我們的解題是我上課的時候會跟各位講 這個題目的解題方向是什麼 它涉及的針點是什麼 你一定要寫到什麼東西 所以這本書還會兼有帶各位解題的效果 那如果同學現在手上有另外一本我的書 就是老師解題的話 那你如果搭配使用 例如說這邊出現了一個題目 我跟你講解題的方向是什麼 如果你可以馬上知道解題的方向是什麼 那這樣就很好 如果你聽起來說 那老師這個解題方向的一個說明 你聽得懂 可是具體呈現出來的 擬答到底是什麼樣子 你就可以搭配老師解題那一本 因為老師解題裡面會有一些完整的擬答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這個題目 它涉及的觀念是什麼 它的解題關鍵在哪裡 然後再搭配另外一本 這個老師解題這本解題書 你就可以知道 那完整的呈現方式會是什麼樣子 所以這門課上完之後 一定是可以馬上上考場的 我也建議同學這門課 因為只有短短三個小時 你可以在 例如說你是考七月的高考 你可以在六月中左右 六月中或六月初左右 就一個月或半個月前 你就可以花三天 三個下午的時間 其實不會佔同學很多時間 三個下午的時間把這門課上完 然後這門課上完 其實你這本書就看完了 因為這門課我會把這本書全部帶完 所以你等於說花三個下午的時間 就是三個時段 你可能就可以把這本書 簡單的review過一次 之後的複習就會更快速 所以這門課上完 一定是可以馬上現學現用的 這個如果有同學有需求 或是有同學有興趣的話 那歡迎可以來購買這個課程 或是來購買這一本書 然後希望這本書或是這個課程 可以讓同學的一個行政法 都有一個明顯的一個進步 這樣OK